7天耳朵訓練 經過這7天的訓練呢 我會希望大家的音感可以更上層樓 可以分辨出像這種 這種莫名其妙的和聲 或是像這種 這種聲音 那對大家來說現在可能有點難 因為這些東西 以一般人的耳朵 他沒辦法同時接收那麼多資訊 所以我們需要一些方法來訓練 好 那所以我就做這個7天的一個教學影片 那希望大家這7天之後呢 就可以編練出像這種 和聲 OK 好 那我們開始囉 第一天這個練習叫做大小和弦的三音甜度練習 什麼意思呢 等一下我會彈出這個和弦的音跟五音 大家要幫我唱出三音來 那什麼意思呢 比方說像這樣 大小和弦 你就要唱 咪 對 然後我會過三秒之後我會給答案 再一次齁 Long OK 再示範一次齁 大小和弦 OK 大概是這樣子齁 那原諒我又不是唱歌 所以我聲音可能有點不太OK 好 沒關係那我們就開始我們的第一個練習齁 大和弦 小和弦 小和弦 大和弦 大和弦 小和弦 大和弦 小和弦 小和弦 大和弦 小和弦 大和弦 小和弦 大和弦 大和弦 小和弦 小和弦 大和弦 小和弦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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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